HELLO 英雄故事的網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不只說大英雄,也說小故事 今天要講的這個主角呢 就是三國人氣排行榜前三名的常客 趙雲 在三國演藝裡面啊 七進七出長板坡 血染蒸袍舊阿斗的保姆形象 而不,我是說硬漢形象 簡直可以媲美即刻救援裡面的蓮恩尼訊 但是啊,關於趙雲這一個人 喜歡他的粉絲呢 總是被一個千古謎團所困擾著 那就是趙雲到底是護衛還是大將 有玩過多人線上遊戲的朋友們一定知道 組隊的時候啊,隊伍當中 每個人的角色定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缺坦就要找坦,缺補就要找補 如果缺輸出呢,你就要找一個自幹王 同樣的道理啊,在三國時代也是一樣 然而趙雲呢,他雖然身為一個超級明星 可是在史書當中 對於他的角色定位記載啊 一直曖昧不明 究竟他是一個束手一方的大將 還是劉備老闆身邊的貼身金牌保鏢 這件事情呢,我們今天就來為大家說分明 說書人呢,整理了目前比較常見的兩派說法 第一派是保鏢派 支持這一派觀點的網友們認為 趙雲其實呢,就是一個雜號將軍 先別急著生氣 這種說法呢,認為趙雲他的定位呢 更接近是一個護衛隊長的角色 就像曹操身邊的徐楚那樣 在劉備自稱漢中王的時候 五虎上將當中的四位呢 分別被封為前後左右將軍 但是趙雲那個時候呢 只被冊封成義軍將軍 甚至地位可能還比不上 被提拔成為漢中太守的正元將軍魏妍 而在三國志本文裡面 關於趙雲的記載其實也不多 幾個重大的戰役呢 就包括了剛剛提到的 長板坡舊阿董 還有和張飛跟著諸葛亮一起入屬 以及最後呢 在諸葛亮北發擊鼓之戰戰敗的時候呢 趙雲他負責殿後 極力的減少當時軍隊的損失 沒了 這些史料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少呢? 聽完了保鏢派的說法之後 其實說出人自己的心裡 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惱 怎麼就沒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說呢? 欸,別緊張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看另外一個 也就是所謂萬能大將派的說法 認同趙子龍是個萬能大將的支持者呢 多半會引用雲別傳這一部史料當中的說法 當中啊 關於趙雲的一些正面記載 就豐富很多了 包括像是 在諸葛將就阿斗啊 攻打京南四郡的時候 拒絕趙範的提親啊 或者是剛剛提到 北發擊鼓戰敗之後呢 拒絕諸葛亮的賞賜 等等的情節非常非常的豐富 然而呢 這也是最讓人爭議的地方 就是雲別傳裡面的豐富情節呢 幾乎沒有講趙雲的壞話 也因為啊 只有好話沒有壞話 只有優點沒有缺點 這樣子的狀況讓很多後代的歷史學者認為呢 雲別傳呢 它其實是接近一種家傳的性質 也就是說呢 後人啊 他收集了一些對趙雲比較有利的敘述 然後把這些敘述呢 整合成一個別傳 如果說這些別傳的記載 真的這麼值得信賴的話 當初為什麼三國志的作者陳壽 卻沒有採用呢? 這是一些史學家們提出來質疑的地方 那說書人自己是怎麼想的呢? 我自己的看法其實是認為 所有的史料都存在著不同的解讀方式 就拿大家都認可的三國志裡面來說好了 關於長板坡舊阿斗的記載 前面講到兩個派別的支持者 也會有不同的解讀 譬如說認為趙雲是一個帶兵降財的支持者就會說 欸你看趙雲那麼勇猛善戰 他怎麼可能不能帶兵呢? 但是覺得趙雲是保鏢派的支持者 反而就會主張說 別人的紀錄都是破敵多少 只有你趙雲是搶救保護老弱婦孺 這個不是保鏢是什麼呢? 那說書人自己 其實我是所謂的成獸派的 欸好像沒有這一派喔 因為我跟成獸的觀點一樣 雖然我們沒有百分之百的證據 可以去證明趙雲在許多戰役當中的優秀表現 所以呢 陳壽沒有引用在三國志本文當中的史料 是因為沒有辦法證明他們完全正確 但是呢 不代表他們沒有參考價值 事實上啊 在三國志本文裡面 趙雲他是少數有獨立列傳的將領 同時呢 在趙雲傳的尾段呢 陳壽呢 也把他評價成跟西漢初年的名將 藤公夏侯英一樣的戰功卓越 能夠擁有這麼好的一個評價 說明了趙雲他對蜀漢的貢獻 是無庸置疑的 最後啊下一個結論喔 說書人自己覺得 歷史他之所以迷人呢 就在於這些研究者也好 或者是業餘的歷史愛好者 我們呢 都會去發覺很多有限的證據 在有限的證據當中呢 去找尋各種合理的可能性 儘管這一場 趙雲到底是護衛還是大將的定位之謎 比戰已經打了好久好久 兩派的人馬呢 在各自提出觀點的同時呢 也都發現了一些自己論點上不足的地方 我想啊 這大概就是這一場比戰 所帶給大家最大的收穫吧 喜歡這則影片嗎 想看更多有趣的故事 歡迎到英雄故事網站 加入會員 或者是訂閱追隨我們的頻道 這裡是三國說書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